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欢迎去各位观众时刻 so 现在全世界都吓坏了 美国不是对中国进行了 晶片封锁吗 而且晶片封锁最大的 目标就是华为 我让你对华为 你只能停在四季 你不能进到 5G的世界 可是没想到华为 就搞了一个5G的手机 而且彭博社 说我帮你拆解 拆解了以后 他真的跑速可以到达 5G的随准 然后呢 中国的小粉 我就疯了 怎么疯了 因为 他发表的时间刚好就是雷蒙多 保护中国的时间 他想说 你知道吗 现在华为的这个 MAT60 谁 雷蒙多 把我们代言 而且他们的央视 央视还怎么讲 他说这个 对中国来讲最大的意识 你拆解开了以后 所有的供应链 都是中国的 宝贤 你看这些报道之后 你觉得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啊 宝贤 我跟你讲 假的 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 我跟你讲 世上没有错 这个华为的新晶 MAT60 Pro 出来之后 中国全部兴奋 现在中国的小粉朗 去排队 中国的所有 消费者 他去排队 排队卖到他 整个线路完全卖光了 不是 怕黄油来买货 听说现在还要追加什么 1500万支到1600万支 甚至还有人说 整个总量可以上看到1亿支 大家都很兴奋 那甚至你看 连国外都开始说 这个拆解这个华为的这个晶片 突破美国的限制啦 那还有说这个拆解显示 中国晶片的这个突破 然后最近还说 它是华为5G的卷土重来 那不是很厉害吗 全世界把他讲的这样子的装作 那你看连中国金内都非常兴奋 那这几天他们都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这个华为 你看这个雷蒙多来的时候 你看雷蒙多他就在这个位置 那你看Mate60的这个产品在这边 然后就说你看我是雷蒙多 那我还第一次为这个华为代言 年终梗图都出来 所以他说你这个封锁没有用 中国已经有一个 这个令人震撼的突破出现了 那华为崛起了 华姐我跟他讲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这个 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内容 所以说你今天仔细去拆解 仔细去比较 仔细去分析 对 假的眼睛业障重 这样说啦 华为的这个手机是 他们没有错 他们自己做出了他们的晶片 可是华为的手机呢 我跟你讲 那它是什么 它就是2020年的产品而已 所以它我们现在是2023年 它是三年前的产品 它的基数含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知道中国有没有大量突破 说实在 真正的突破意义是在于 中心真的有做出来晶片 但是能做出多少 我们都要打上个非常大的疑问 可是他讲说 中心真的做出7奈米了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我们讲 对比这个它里面过去是9000S 9000的这个晶片 709000 现在新的是9000S的这个晶片 我们来仔细看里面的这个状况来说 没有错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这是台积电的金源厂的这个代号 然后它的这个投产的时间 然后这是封装的这个时间 20131TW 那这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一次这个中国的中心的这个厂的这个代号 另外这是它的批号 没有错 这是中国 CN代表是在中国 中国做的 都是这样 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 那问题出在哪里吗 问题是在说 它的工艺水准 现在全世界在意是说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工艺 你说能不能量化 对 能不能市场化 对 目前来说的话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它是过去用台积电的这个旧晶片 然后它把它磨改 磨改之后弄成新的这个晶片 但基本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 比较有可能是目前为止来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晶片 就这样 大家就去拆解它内部了 内部来拆解来说 你看今天已经有很多厂商拆解 更新的资料出来 拆解出来之后 保险你知道 拆解之后呢 发现到说 它里面的这个状况 约莫是这样的数字 约莫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你看 里面拆解之后 我们先不要讲说 它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能力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状况 这拆解之后 你看 这一块黄黄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散热片 散热片 你看它散热片是这样子 好我们来对比过去的手机 这是Vivo目前的手机 这是华为另外一代的手机 你看它散热片这样 散热片这样 然后散热片这样 然后这次散热片是整块都散热片 整块散热片 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告诉你它的热度非常非常高 很烫 很烫 那为什么会很烫呢 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它的技术 没有那么的先进 没有那么先进之后 因为我要在这个 没有那么先进的晶片 我硬是要跑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好像我们讲 引擎你只能够跑到200公里 你硬是把它轻到230 那当然会很烫嘛 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要硬轻到5G以上 它当然就需要这么大的这个散热片 来让它散热 所以你从散热片回推就是 这支手机会很烫 对有人就说 可能这支手机用久了之后 会是一个火龙 就是好像一个非常烫的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为止它的跑分 它的跑分来说 大家我们中国 他们中国都很喜欢用跑分 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的跑分 他说约莫是等于这个骁龙888 骁龙888 也就是两三年前的 这个水准的这个产品 另外很多数字来说 其实大家都说 这个MAT60 大概就是2020年左右的水准 跟目前主流规格 大概有三年以上的这个差距 可是其实我觉得 封锁到这个程度 你还可以把它压到三年 那也很厉害 对 那我们必须说 其实厉害是谁 厉害是中芯国际 非常厉害 为什么要说 梁梦颂还是厉害的 还是厉害 我觉得台湾人在做这个IC之后 还是真的相当厉害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目前整个 这个所谓MAT60 它的这个共耗 共耗来说是这样子 越上面是越好的数字 它目前为止的数字 就是这个样子 它对比其他的这个晶片 像骁龙8的第二代 骁龙888 天玑9000 甚至比它天玑9000 都还要更差 也就是它的耗能 你看 还有它的CPU的跑分 其实都没有很好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它就是 约莫斯台积电 2020年的水准 那我就跟他讲 你说你是2020年 对 可是要去跑2023年的水准 对好 那你要说 那这个技术门槛高不高 高在什么地方呢 高在因为他们这一次是 不计成本的 做了这一颗晶片 所以吴董最喜欢讲的 对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它这一次用的是 所谓的这个 DUV的这个 这个生子外光机 但它要做到 EUV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好 那为什么 这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DUV呢 它大概只能做到14奈米 那你要做到10奈米 或是做到7奈米 你要用什么 多重曝光 多重曝光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原本的线路 目前为止7奈米 大概可以做出这样的线路 但是呢 你要用14奈米去做了后 它一开始只能够有这样的线路 为什么 因为它的线路不够细 没办法做到这么细 虽然它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 它要第一次做这个 第二次再做这个 第三次做这个 把三个组合起来 才能够做出这个线路 所以就是说 它必须要很多次的曝光 所以我先曝这个 对 再曝光这个 再曝光这个 再把三个整合在一起 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做的话 它就只能够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这个状况 如果我要一次把它曝光 就是要这么大 但是我要做出这么大的时候 我就只能够一个 一个 一个 这样做 然后铺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说 它 为什么 为什么台积电后来放弃 其实台积电 它这个N加1的这个技术 最早是谁 人家就说 梁梦聪是超台积电的 台积电有这个技术 因为台积电之前 曾经用14奈米 做到10奈米之后 它就不做了 它发现到说 7奈米以下来 我要用EUV去做 因为这样才会比较划算 所以它以下 它就不用DUV 它用EUV去做 最早用DUV 可以做到7奈米的 是台积电 所以后来台积电就放弃 因为以下的话 我这样多重曝光 你知道这有什么难度吗 第一个 我这一次 我等于是 这一次要对 这次要对 第二次 第三次要对 都要对 我才能够合成一个 我只要中间有一个 制程漏掉 这个整体就爆掉 所以这个难度 是难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良率可能是一个悲剧 对 良率是个悲剧之外 它的次数要非常多次 也就是说 它的产量不会很大 那也就是它的成本 可能是别人的晶片 譬如说 如果我用台积电的7奈米 去做这颗晶片的话 可能成本非常低 但如果用中心的来做的话 它可能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可能是一般成本的 两倍到三倍 难怪 Ruber在第一天的时候讲 现在这个晶片拆解了以后 它真的跳过了 美国的制裁 跟美国的封锁 但现在 它在仔细看了以后 它就讲 中国在绕过限制方面 的确做得很好 但这种状况 通常不能经常重演 代表 你的技术限制很高 你的良率很低 不能经常重演 北京的庆祝 跟华盛顿的绝望 都为时过早 对 事实上你要说什么 你看 它是最早的多重 不光40年就提出了 甚至是 全球领先的台积电 已经采用过 台积电有用过这个方法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那可是你看 这一次的这个 用这个所谓四个步骤 可以实现的这个状况 这个7奈米 但是有一个缺点 增加所需设备的这个数量 因为我需要四套设备 我们过去 如果你用EUV的话 只要一台就可以做完 但是你要四台DUV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技术 难怪他现在拼命买DUV 对 提高了成本 而且降低了所谓制造量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一颗 我们可以断定 而且它的良率 一定非常的差 但是对华为来讲 他不在意这一点 华为现在想的是什么呢 他就一定要出这只手机 突破 我一定要表示说 我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那赔钱我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才刚刚拿到 300亿的这个补助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 一直在这个地方 那结果你看中芯 中芯这一次来说 他也交出了他的财报 他财报也不好嘛 所以告诉你什么 事实上他做这些东西 中芯财报 对 大减52% 对 也没有很好 所以告诉你什么 事实上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在搞这些东西来说 最终是怎样 最终是 但是我相信 这只手机在中国一定会大卖 对 因为中国一定会去 为爱国心买这只手机 但是你要花了 大概约莫新台币 三万块 只能买到2020年的产品 而且这只手机可能会非常的烫 烫都让你无法接受 所以说关键在两绿 关键在两绿的话 你的整个产能 对 就是问题了 对 所以他现在呢 我可以大概说出来 就是说 他现在的第一批手机卖出去 第二批手机什么时候出来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一定会非常 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时间 你每一颗晶片 都要人家的 三倍到四倍以上的时间去做 那这会怎样 导致什么 导致中芯呢 它可能很多厂 它必须要 这个全能为你锁开 那这样的话 搞不好中芯的业绩也会不好 那华为呢 反正不管了 反正他们现在全居锅 就是要把华为这只手机生产出来 跟全世界证明 华为已经突破那个障碍 所以你说 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意思 对 我再赌一口气 对 也就是说 他现在要为 这个全民为华为续命 大家去买这只华为的手机吧 那买这只手机 让华为有营收的收入 让它能够掉一口气在这个地方 掉一口气 对 或许长远 因为他们 他说这只手机可以卖到一亿台 一亿台的话 这个所谓资金规模 对华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现金流可以入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不要太认真的 他们这次 我说真正突破是突破在谁 中芯真的突破了 那你说华为什么太多突破吗 目前为止还看不太出来 现在中国举国欢腾 既然华为突破美国的限制 而且我可以做到一个5G的金片 5G的金片跑分也没有 虽然四中讲 你是2020年的随者 可是对中国来讲 你封锁这个样子 我居然还可以有成绩 他真的 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 真的可以办出来吗 当然不是吧 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悲哀的一个民族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国家 结果思想的 这个思想的 悲哀的民族 当然是悲哀的民族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怎么算成就 这个一个华为的成就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用做假的方式 对 来满足他本身的一个自尊心嘛 所以你想说这变成思想的侏儒 当然是个典型的思想的侏儒 这是非常悲哀 你不觉得这个很可怜吗 对不对 那么一点点的小的东西 能够改变他的国家命运吗 当然不行嘛 真的因为你突破了吗 他真的如果突破的话 然后老美没有别的招来治他吗 对不对 他不是招来更大的祸事 如果真的给他让七代米成功的话 对 你认为老美会怎么干他 再继续讲 继续再往下再打嘛 因为雷波多讲 我有很多的大棒子 对啊 所以他而且而且再讲回来 就算你这半导体 给你找碗给你成功以后 你这个量体你是一个为时 将近18兆到20兆美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生产量的一个国家 这个GDP的量体的国家 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产品 才能够满足你这个18兆到20兆美金 对 对不对 然后你要什么样的市场来配合你 这个对于这很简单 唯一只有一个选项嘛 就是美国嘛 美国给你技术 美国给你市场嘛 你既然要挑战美国的权威之后 就变成就要华为你就高兴几天嘛 对 而且搞假的高兴 就只能高兴几天 所以这个是没有出席的国家嘛 他不从根本面去 现在想要解决问题嘛 然后找一些这种花俏的宣传的 造假的 来满足自己的卑微的这种虚荣心而已 那中国转步回来了吗 转步 不现在所以全世界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全世界在看 在中国现在成立 在发改委上成立了一个民营经济局 对今天 这两天成立了 这两天刚刚成立的 这不是很奇怪 发改委下面成立一个民营经济局 那表示你这个国家是在 还是在计划经济的结构之下 要开放一部分的窄门 对 让给民营经济嘛 那这个跟世界朝铁是违背的啊 怎么会是 这是相向而行的东西啊 对 所以这种的开放方式的话呢 你看得很简单嘛 大家一开始不看好嘛 就是这个目前走到了一个 那个末路途穷啊你知道吧 你走到他走不下去了嘛 对 走不下去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在要求说用建设型 用重大公共工程的投资 来创造GDP嘛 还在搞这个东西嘛 对 可是现在已经国穷民困了 他怎么可能在创造这么多 那么大的东西呢 所以目前呢 这会要回到另外一个概念啊 当年在文革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 因为他国家很穷 所以就知识青年下乡 下乡下港 下乡下港 那我现在请问你啊 他现在不敢公布他的知识 他的青年失业率嘛 对 据说到三成了嘛 他上今年年初公布到两成就停了 两成就不公布了 现在大概三成了 那这些知识青年去哪里呢 他不会下乡啊 就会变成游民了嘛 所以他现在搞这个东西 当然没有新的产业的政策出来 没有新的产业经济的话 那这个国家是怎么走下去 所以全世界在观察 你到底要怎么走 然后你还要继续跟美国作对吗 有这么悲观吗 不 情况如此嘛 就没有美国这个市场的中国 大家可以去想象嘛 而且最后一个 联盟多电视区有一个 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 怎么确定 就是你这个反间谍法 这个反间谍法搞到你全国都是 都要 你现在变成全国都可以抓间谍 对 因为抓间谍 大家楼上楼下 全部互相打小报告 又回到了文革时代了 对 那外商现在吓都吓死了 台商也吓都吓死了 那这个怎么会 在这种的氛围情况之下 它能发展科技吗 不能吗 我世界上唯一有成功的一个国家 就是当时在苏联时代曾经有发展过 它的航太工业 第一个发射的卫星上天空 从此之后一败土地 今天你看到苏联的科技 它有进步吗 所以我要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它一定要靠美国 一定要靠先进的科技来转换 腾农换料 转换它的商业的结构 然后跟上21世纪的这个市场 但这个工作 它必须要在政治的路线上 在意识形态上 要跟美国一致 它现在用左派的政治 用左派的这种 用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政治 来要想要强 挑战美国的这种霸权地位的话 这个路我看非常非常困难 好 会在 刚才吴总讲了 它用民穷财困来形容中国 你说这是真的 因为刚刚讲 现在已经很多的村庄 真的没钱了 没钱就有算了 你没钱还乱花钱 你的病症就更严重了 是 现在中国面临到 所谓的小村欠大债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他们现在统计出来 有70万个小村庄 竟然欠了资金高达9000亿人民币 所以是非常大的金额 那你想说 到底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钱 用在哪里 为什么小村庄会欠出 这么大的一个笔金额 他们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光怪陆离了 比如说你说这个河南驻马市的这个 是非常有趣哦 它是一个机场 这个机场呢 整个机场的药盖呢 也不过才2.47亿人民币 结果它从2018年跟到现在 没钱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完工 这个机场 变烂尾楼 变烂尾楼就算了 它现在竟然还公布就说 哎呀我们要花3亿人民币 要买5000架的无人机 整个机场才2.4千亿 你都盖不完 你还要花3亿去买无人机 而且让人家觉得 犯货没有一件事情是 你这个是机场 你买一个农业用的无人机 到底要干嘛 所以现在不知道 然后大家就讲到说 而且你那个农业用的无人机 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起降 你不需要跑道啊 那你干嘛因为了这个机场 你要去搞无人机呢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请问一下你这个机场 跟无人机的关键 的连结性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就有一个这样的公文 我们这个地方政府 要花了3亿人民币 来买这个无人机 而且5000架 然后心想说 你光操作那个无人机 每一家大概就三个人 你整个村庄 有这么多人会动无人机吗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 中国这一种 很多的莫名其妙的工程 事实上 或是很多的支柱 根本不是为了人民而着想 而是为了方便这些领导 来乌生用的 那另外一个呢 也一样让人家觉得 提效皆非的另外案子上面 河南的鲁山县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上 它就是一个河南 牛郎之女的一个雕塑 然后呢花了7.1 715万人民币 而且呢 3000万台币 对 而且它6月15号 就是开始公开招标 7月大概20号左右 然后就是弄一个这个标案 然后人家就心想说 不对啊 你这个东西好像跟那个 湘江那一部分有一个什么 湘女之神的一个感觉很像 你是不是copy人家的 那不管你是不是copy人家的 关键点是在于 你这个鲁山县喔 两年前才开始脱贫耶 那你两年前脱贫而已 你现在为什么要搞一个 3000万台币的东西 这是一个穷地方 非常穷的一个穷地方 所以人家讲说 你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就有地方的那个 电视台 就去问这个地方政府 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当时弄这个的时候 你有经过相关的评估吗 你有去评估过 可以对待多少的观光效益吗 你有去说这个 到底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吗 问了他六个问题 六个问题答案都是 不知道 问第七个问题 他就直接插你的叉叉 然后就挂电话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很奇怪耶 你这个地方政府 不能让记者问了 一问就跟人家的叉叉 这关键是刚刚讲的 在河南 我们这边讲嘛 在湖南长沙 医学院 医学院居然是烂尾楼 医学院烂尾楼 那都是天资胶子 那是全中国最好的 这个顶线的人才 居然住在上面住宿舍 下面都是垃圾堆 而且你的这个磁砖 还掉下来 还掉下来 杂到一个人 杂到一个人 还送到ICU 差点死掉 这个更夸张 河南安阳一个女生宿舍 当我们看到画面 吓死了 一个宿舍里面 这个房间里面 住了116个人 监狱都没有这么挤吧 对 实在是太夸张了 竟然住了116个人 然后因为实在是住太多人 后来他们就赶快 全移之计怎么样 他就把 是监狱的宿舍 对 这根本是 你说是监狱 我也都信了 你知道吗 其实没有住的 比监狱好太多少 结果他们到最后想说 是这样的 那好啊 没办法 因为实在是住太多人 人楼都没那么多惊 结果他们就觉得 好啊 那我们就把图书馆 大厅 直接改成一个住宿 然后就来分担这个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穷 穷也不能穷孩子 穷也不能穷教育 结果你怎么会搞成这样 然后你把钱 到底用去哪里了 他们就想说 没有办法啊 这个没有钱啊 我们这个是安阳啊 穷地方啊 不是 但是你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一些工程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 拿来好好让这个年轻的学子 有一个好的一个宿舍环境呢 所以这就是 规矩的到一个重点 因为中国的很多地方建设 根本从头到尾 不是为人民着想 而是方便领导OC的 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让人家觉得 快笑掉大眼 他们就说呢 我们现在河南 记得到河南 就是从这边看到 现在影片上的 它就是一个叫金水河道 这个河道总共有22公里 之前两三年前呢 因为一个大水啊 台风啊 所以把他这个河道 很多地方都弄坏了 结果他们现在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既然要花台币大概三四亿 你知道要干嘛吗 既然要给河道贴瓷砖 然后大理石瓷砖 为什么要贴大理石瓷砖 我跟你讲 讲得很好听 没有 我告诉你哦 这个河道如果弄大理石瓷砖 那个瓷砖有一个相关的 可以让那个水流 不用弄得那么贪疾 所以它是有效的 可以去化相关的水流的一个 不会让这个水造成太大的影响 你其实说啥 就没有人听得懂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说不重要 我的知识告诉我 你用了大理石 你的水流不是更快吗 对 水流不是更快 你造成的冲击不是更大吗 没有 他告诉你 金水河若遇到一百年一遇的洪水 洪水流速在每秒二到三米之间 采用花钢岩的粒面 可以阻断该流速的冲刷 我现在念的都是他们官方的说法 所以想弄出真的是 他们的那个只要34亿 把钱弄在帮河道贴大理石 他们就说我们现在是杜拜吗 我们现在是靠挖油 就可以赚钱的地方吗 我们是个穷乡屁囊的地方 你也会不会太奢华了一点 但不管 就是手康手庞一直在乱花钱 你现在看到这个牌坊 要价两百万 你现在另外一个牌坊 要价四十万 你另外一个地方 这都人民币哦 全部都人民币哦 还有呢 你看烂得要死的一个柵栏 要九十三万 就是这个柵栏要九十三万 九十三万也就是四百万 所以你就是会发现说 中国为什么小村庄会欠大钱 就是因为类似的这种 没有用的工程太多了 对不对 你说这次你要非常注意的 雷蒙多这个讲话 虽然到了中国 被中国的小粉红 哭售说 你是来帮我们代言 这个华为的新手机的 可是刚刚讲的 雷蒙多回到了美国 讲的话非常的重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大棒子 而且我是非常严肃果决 明确的告诉中国 美国的这些疑虑 代表 我没有要继续跟你 我没有要跟你和好 而且我对你的制裁 还是继续在持续成战中 而且我对你还是继续观察 你说雷蒙多的讲话 竟然跟习近平 不去不去这个G20 跟习近平现在的作为 有关联 对 没错 这个雷蒙多 他本身是商务部部长 其实我们看 拜登的内阁当中 讲话比较中立一点的 其实是雷蒙多 他常常有时候 对中国的讲话 还有一些客气一点 但是连他讲话 都变得那么的激烈的 情况下 代表什么意思呢 美国打中国打定了 而且力道还有他的深度 的确会在雷蒙多回美国之后 会更加深刻 那你看到这个问题 习近平在面对美国 这个强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现在G20他不去了 然后APEC也传闻他 可能不去美国加州 所举办的这个APEC的高峰会议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你美国 真的要跟我这样玩的话 没关系 我中国可以跟你这样玩 也就是说 你今天对我打压 我就采取闭关自首 闭关自首 闭关自首又回海了 你不是开大门走大陆 你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既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要跟你走在狭路上啊 问题是他没有能力啊 没有能力 他现在没有能力 可以跟美国在 直接面对面对干啊 你看到以前 所以我就闭关自首了 你看他曾经讲过 中国制造2025 到现在这两三年内 你有听到有谁在讲 中国制造2025 没有了 所以你看到 中国他自己 自己知道 跟美国 其实还有一段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 当美国大棒打下来的时候 我如果跟你应声的话 中国也会垮掉 但是中国他有一个 思维是什么东西 说我能多 我全世界有一个规模经济在这里 然后你未来 我吃草根都能活 而且我很多中国人都有存款的 所以中国他现在老神在在 说没关系 反正你来打我 那我就 也这样过火啊 我用不了所谓的5G 我用4G 我用3G还可以吧 那么可能阿Q吗 对啊 慢慢来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配合 这个5G呢 然后没关系 你这样做就这样 我以后再偷你的技术 再窃取你的技术 再买你的东西 就好了 等你做完之后 我等哪一天有钱 我就跟你买过来就好了嘛 所以其实中国 他有一种观念 很奇怪 就是说仗着人多 人多失重的感觉 然后我就说 这闭关之后 你有一天会来要求我 所以现在习近平 他要做的事情 什么东西 我就是故意叮你 我就是不去参加这些峰会 然后看你们到时候 会不会对中国非常在意 如果在意的话 我再用这些东西来筹码 来跟你谈判 好 刚才讲的 中国现在科技受到打压 虽然我现在 风风光光的宣传 所以我的华为 有一个什么新的手机出来 可以讲的 那个后续要值得观察 但是印度这个是 真金白银 真枪实弹的降落在了 月球的南极 所以现在第一期的任务 居然已经完成了 而且他非常就 都没有看这个图 这个非常伟大 他已经通过他的探测器 而且他可以有分析仪 有质补仪 他已经把整个月球南极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样的元素 都分析出来了 我们曾在节目说 8月23号的时候 印度政府的人类的圣杯 它降落在月球的南极 那事实上它降落之后 它还带了两个载盒 一个是这个X雷射的光谱仪 然后还有一个 雷射幼极的极川的光谱仪 那这两个要做什么呢 这两个很简单 他就是在月球南极这个地方 他来找说 里面有什么样的物质 虽然他公布了这个数据 公布数据里面也证实了说 里面有硫 然后里面有铁 有磕 有钙 然后还有什么钛 然后蒙 还有氧 锡等等 他就说这里面有非常多 然后他同时来证明说 有硫存在 所以我不是只是在月球降落 月球表面的物质 我真的可以探测 对那他想要找什么 他想要找氢 因为如果有氢的话 就有可能可以转换成水 或是转换成能源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找 好他这个地方找之后 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保险这样 因为你知道 如果我们去月球 你只能刮刮 刮刮表面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没办法探测 他身底下的东西 他这次做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动作 他的探测车呢 可以跳起来 跳 所以他跳了 他探测车可以跳 对他升了大概40公尺左右 然后再往下坠 40很高 然后再往下坠 坠下来要做什么 他把这个表面的把它破坏 就类似我们去挖的东西 你看他跳进去 这就是他跳 对然后往下坠 坠下来之后你看 整个月球表面就不一样了 你看有没有 他已经卷起了一堆砂 所以就完全不一样 他可以探测到更下面的东西 你看这原本的画面是这样 跳要浅之后 然后之后就变成是这样 他粉银上来 所以他可以挖更深 去侦测所谓地球 你看他这个就比较深 原本比较浅 后来就比较深 他可以去知道说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东西 在下面 我们可能没办法探测 他表面上的东西 我可以把地表下的一些东西 给震上来 对 那就是他们做的比较特别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原来他降落之后 他在这个地方 在月球月末 走了大概100多公尺左右 但是因为你知道 月球目前为止 要进入这个长夜的这个状态 长夜大概是有两个礼拜左右时间 所以他必须要休眠 他在休眠前 他就把电全部充饱 好 这又是个看点来了 因为在14天之后 他如果能把他唤醒的话 那最长就比中国还厉害 为什么比中国还厉害 因为中国之前就有一台车嘛 他的玉兔 玉兔就去了嘛 玉兔就去了这个地方之后 他在2013年的12月15号到那个地方嘛 就让那地方之后 他运转了约某30天左右 就挂在那个地方 所以才说 这一次呢 印度要尝试在14天之后 如果把他叫醒的话 那这就表示说 你看我又比你中国的这个技术 要更好一解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之前就提过说 印度以前你每次登月都失败 你每次太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厉害 你这是为什么可以在 人类没有到达的月球南极可以降落 而且你的降落非常的漂亮 你不但降落你还可以探测 关键有一个NVIDIA 就像黄仁勋 就到了印度了 也就是印度跟NVIDIA的合作 越来越密切了 对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在那个 我们不是讲过吗 在那个降落的十几分钟里面来说 他就用他自己本身的AI运算 算到非常精准的这个状况才能够完成这么 这么漂亮的一个降落 好 那现在这个始作俑者 或者说这个帮助他们最大人 是NVIDIA的黄仁勋 他在这个拜登要来之前 他来了 他见了这个莫迪 那见了莫迪之后呢 他就说 我们未来跟印度要全力的发展这个AI 那印度也决定了 要跟你发展这个AI计划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当初的他们这个国家的太空计划里面 就用了非常多NVIDIA的这个晶片 所以这个摆明了现在美国 你看从这个NVIDIA的态度就非常明确嘛 美国现在要拉拢的对象是谁 就是印度啊 你看NVIDIA去之后呢 紧接着拜登又要去印度 所以中国当然这个习近平他看了也知道啊 你就是摆明要拉拢印度 那我去印度要干什么呢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印度现在还有一个续集 保持人家不只要这个登录月球 他现在要去探测太阳啊 那他们就会发射一个这个 9月3号发射一个火太空船 叫太阳-L1号 这要送到轨道去 因为我们要是今年的这个太阳 它本身这个日缅的活动 或者说它的电磁波活动 非常非常的激烈 非常激烈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全世界都很想知道说 这个要近距离的看看 这个整个月球 整个地球目前 整个目前为止 太阳的活动状况 虽然它会到这个太阳的轨道附近 约莫是距离150万公里左右为止 然后在那个地方持续的观测太阳 那观测太阳要做什么呢 看说太阳射出来的那些日缅啊 通过它的时候 或是说这个 它可以去太阳了 太阳的相关的这个数据 我可以收集到更多 来让整个地球上面来说 未来我们要怎么防范 这个所谓太阳射出的电磁波 要怎样做一个转化 所以你看它其实呢 这个我们都说印度 它其实现在整个太空政策 已经走了非常前面 那这里面的一切来说 当然有非常多AI的相关的帮助 当然人类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天气 这两天我看到美国很多的媒体都报道 在内华达州 导播我们看到花瓢 内华达本来一个非常有名的火人计 那个是以前非常壮观的 在这个地方我要搭一个非常大的火人 然后在整个活动的最后天 我把火给烧掉 为什么可以办火人计 是因为 这个地方内华达非常非常的干燥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放火 就没有想到 这个火人计 变成了泥人计了 内华达州是一个沙漠地区 然后这个东西维持一个礼拜 其实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高知识分子 还有这些高管人员会去 因为他们就要去那个地方 至少这一个礼拜可以开心了 可以去那边喝酒可以去狂欢 然后最后要把火 把这个火人放火给烧掉 最后把一把火烧掉 然后活动进入到最高潮 可是现在火人计没了 变成泥人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下了 白痴这样子 对 这是过去的 过去的 我在这里边 我要弄了一个非常大的火人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就把你烧了 对 然后这一个礼拜呢 就像是度假一样 大家喝酒狂欢Party 然后呢 每年越来越多人去 但今年完全不一样 今年大家准备了很多东西去 然后呢 要开始Party的时候呢 天啊 竟然下雨 下雨之后呢 这以前不下雨的 对 就是说不用担心 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的Surprise 大家以为说 下个几地就没了 哇 竟然连续下 而且下到最后是豪雨成灾啊 他们有很多的人是开露营车去的 很多人是搭帐篷 开露营车去的 结果最后 就这样子泥泞的情况之下 全部陷在里面了 都陷在里面了 所以呢 他们有没有地方跑 他们没有地方跑 然后呢 来得及 把它移出来的 现在已经塞成一片了 你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跑不了 跑不了 内伙达州就告诉他们说 你赶快去找一些空旷的地方 或者是有阴影的地方 但是 沙漠哪有什么阴影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就变成一个泥能济 他们告诉政府 州政府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不能再去了 然后要请他们自救 所以去参加party的人 原本以为是一个礼拜的喝酒 然后呢 吃点东西 再放一把火把烧光 对 放一把火烧光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气候异常 他们真的没想到 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大雨 而且海灰台风 不是对我们的中南部 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台东花莲 造成很大的雨量吗 就它现在到了广东 广东福建的大桥都摊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 这个大桥呢 有发现到 然后呢 海灰台风 一来的时候 一登陆下去的话 整个卷的情况之下的话 旁边两侧的这个河道呢 全部满意出来 那大家满意出来的话 你赶快逃就好了 但是大桥没办法逃啊 所以一再的冲刷 一再的冲刷之后呢 竟然 桥竟然就 挖出来了一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知道说 完蛋了 当你这个桥 有第一个缺口的时候呢 所有的水 都会往这个地方冲击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地方 你也不能够再通行了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要道 不能通行的情况之下 对他们交通来讲 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没有想到说 西班牙 西班牙没有飓风 没有台风 对 却好雨成灾 既然来讲的话 西班牙这个地方啊 过去来说呢 也是一个气候宜人 然后呢 大家都可以去度假的地方 可是它没有飓风 没有台风 可是竟然 下一场雨 就变成致命性的一个下雨 因为他们每一次 一下雨的时候呢 过去来讲 都说 一下完就没了 现在来讲的话 短短几个小时 至少给你300厘米的水量 那300厘米的水量 可以说是他们一个礼拜 甚至是 甚至是一个月的一个水量 那现在来说的话 变成说呢 所有的水呢 全部呢 都跑进来 他们说这个地方 其实他们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 类似我们的捷雨 他们说地下铁 地下铁 可是呢 这个地方呢 水已经冲到地下腿上面 所以大家拿手机在拍 说什么海浪 跑到了捷雨里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